如果你們要真的了解德國人 給他一點時間 你會愛上他 一頭棕法壯瘦身材 來自德國的賀少霞 在1 2 強節目中 擔任固定班底 對兩性話題侃侃而談 營造詹情的優質型男形象 我們男生聊什麼都不對 剛剛很深度的 你覺得太有深度 我們聊男生也不對 然後我們只能聊光街的整形的 想自己多很深度 剛剛在化妝室 就在那邊問那個旁邊的女生說 你住哪裡 這就有深度 不過現在卻被週刊踢爆 今年2月用臉書私訊 給學妹出身的半導體千金 張曉飛企圖約到家中 賀少霞先是問 你不願意來我家嗎 張曉飛回說 當然不願意 連面都沒有跟你見過 隨便帶回家不怕得病嗎 賀少霞再說 我會注意安全 但你是路邊攤嗎 張曉飛過了一小時後 才回應不糟 但換個心態交朋友 世界會更美麗 我會自己就是津津樂道 覺得我的東西 越來越有價值 但是我也捨不得把它買掉 擁有高挑身材的張曉飛 也是福大笑花 經常在臉書上分享性感照 也曾拍攝性感血真 根據週刊指出 對於賀少霞的私訊內容 張曉飛非常氣憤 強調兩人從來沒有見過面 但賀少霞言語輕浮 還諷刺台灣女生是路邊攤 讓他覺得相當不尊重 賀少霞回應這一切是張曉飛誤會意思 若是覺得台灣女生不好 就不會跟他們交朋友 自己很喜歡台灣 沒有要玩弄台灣女生的意思 不過這樣的舉動恐怕有失形象 記者夏君辰李文科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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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